這個範例主要就是說如果你希望兩個範圍之間比對 比對什麼呢?比對就是黑名單 這個是黑名單,總共有幾個黑名單感受向下 兩萬多個 那如果我今天這個有要加入我們的會員裡面 我想要查一下這些會員要加入的這個新會員裡面 有沒有是在黑名單裡面的人 如果是當然我應該把他撈出來對不對 你不能說也讓他加進來 所以其實各行各業都有嘛 你有一些黑名單OK嘛對不對 一定要把他撈出來,你就建一個黑名單嘛 以後如果他要再購買的話 那你當然要做一些處置嘛 不然的話當然又造成那個一些負貧啊 有沒有,所以現在很寧可就是不要做你生意 對不對,你也不要說買了之後然後給你復分 或者說他可能是臥底的還怎麼樣,他搞破壞的對不對 其實你會發現大家是很重視這個的 只是說難免會遇到這種情況發生 那怎麼辦? 一定要比對,可是以前如果你要比對的話 你用人工比對是很浪費時間的 所以以後如果是兩個範圍資料比對 那我用什麼方式來做最簡單? 特別注意喔,這邊的話我建議喔 如果你要兩個範圍的比對,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你可以用之前教過的一個函數 一樣是用count if 所以你會發現喔 在統計裡面的count if 是相當好用的一個函數 那count if裡面你會發現它需要兩個東西 一個叫什麼? Range的話,實際上查詢名單有沒有 剛好他跟我要兩個 一個是Range,Range指的是我要去哪邊找 意思是說我要找黑名單 criteria是找什麼? 找這個email 所以這個是什麼? 一個範圍,一個條件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Range的話,我是建議 如果按確定之後,他一定會一樣是黑名單 那你可能要點黑名單之後再點第2個 然後往下選取啦 不過以前是這樣拉,我建議是control shift向下 不過喔,一樣的道理 這個,control shift向下其實還是很麻 建議跨工作表的大範圍 建議什麼?建議一個名稱會比較OK 所以這裡喔,取消一下 我是建議你乾脆在黑名單這邊 先把黑名單這三個字複製一下 然後呢,建一個名稱 建名稱還記得吧 就是先游標放在這邊 然後control shift向下 給他一個名稱叫黑名單 輸入黑名單三個,enter一下 好,以後這個叫黑 我們就可以直接查詢的話 可以用什麼呢? 最近使用過的嘛,conif 然後Range的話呢,用F3 黑名單就出來了 這樣就比較方便 而且你會發現 他的那個不會像剛剛一樣 還有什麼工作表明 然後哪一個出身 哪一個範圍 那相當的隆藏 那quiteal就是他 那如果說有找到的話 有沒有,表示是1 或1以上喔 OK,黑名單裡面 如果說1以上表示黑名單 那如果向下填滿的話 只要這個清單裡面怎麼樣 他是 是1的話 是1的話,表示黑名單 那如果是0的話,表示不是黑名單 那我希望把結果貼到這邊來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再配合什麼? 資料裡面有篩選 把什麼呢? 把1的部分留下來 有沒有 那再把什麼呢? 把這個 範圍的資料 做選取 Ctrl-ship的向下 Ctrl-C 有沒有 然後直接貼到查詢結果這邊 把它貼上 這樣子就全部查完了 我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發現 當然你可以寫VP啦 不過如果你不想寫程式的話 你想要快速的把兩個範圍做比較 我後來發現 Ctrl-ship有時候甚至比自己寫程式來得更方便 你根本不需要做那麼多事情 所以特別是 我再把重點提示 1把這個範圍 定義一個名稱 叫做黑名單 第二個的話 我們其實是利用Countif這個函數 所以Countif相當好用 Countif什麼呢? 這個範圍 就黑名單裡面 找一找 有沒有這個1沒有信箱 有的話 當然就是1 或1以上 然後呢 我們就最後篩選的時候 把這個裡面的1留下來 那你再把這個範圍 留下來這個範圍 選取Countif向下 他只會選到那個1的這個 就是黑名單的 OK 在黑名單裡面出現的會員 這些要小心喔 然後你可以再貼到哪裡呢? 貼到查詢結果裡面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了 其實這個範圍也是 之前有個學員 他問的問題 他說 老師我每天都要查一堆東西 有沒有什麼快一點的方法 可以幫我 後來我跟他講說 你用Countif就可以 他說 原來這麼簡單 我說你以前怎麼做? 以前他用Ctrl-F嗎? Ctrl-F就是什麼? 尋找有沒有? 他說他用Ctrl-F 然後把那個email信箱貼過來 然後在裡面找找看 我說你這樣也可以做 你還可以待這麼久 你老闆為什麼包容你太多了吧? OK 這個應該一定要用程式的方法 如果你不用程式的話 你至少用什麼? 用那個Countif的方法來做 如果不寫程式 不過如果你做完之後 假如說你老闆 每天都會給你很多的名單 那你應該怎麼樣? 可不可以寫一些程式 乾脆最好按一個按鈕 自動 如果你前面更新了 這邊按鈕按下去 自動就完成的話 那會更好 那要怎麼做? 不外乎就錄製聚集 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不外乎就是用VBA自己重寫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著利用什麼 定義名稱加上那個Countif的函數 再加上那個所謂的篩選這個方法 把那個 如果黑名單裡面有的Email信箱 把它撈出來 這個方法不是只能撈黑名單 其實只要兩個範圍資料做比對的話 其實都可以用Countif 不過Countif 在VBA裡面 它剛好沒有這麼好用的函數 所以有的時候 如果VBA要引用Countif的話 那可能我可以 我VBA也可以去呼叫什麼 Excel裡面內建的函數 來用就好了 其實有時候 要不然就丟公式 也是一種方法 也就是盡量能夠把兩邊的資源最大化 比如說我直接VBA 我又要用Excel 我兩邊最好 兩邊都可以串在一起 那是最好的 兩邊就左右逢圓了 那一下子事情就做完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好 好 谢谢大家